习近平指出 亚太经合组织建立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以来 是到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加速数字化转型 缩小数字鸿沟 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 会议发表了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 继续发表了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 继续发表了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图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